那我們使用3D,剛剛講過它是Open的 所以它有支援,你如果要把模型匯進來 包括OBJ,像3DS,就是3DMAX的 或者DAE,或者是像Google地球的 這些模型都可以調進去 那麼我們往下走 如果你使用的是所謂的免安裝板 那因為免安裝板既然沒有安裝 你總要找到主程式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資料只要打開之後 會有這兩個 那原則上如果是Windows SP,就是S86 Win10以上的就是S64 這樣都可以 當然你在Win10以上,你執行S86不會用 還是可以用啊 因為32元的還是可以執行 那再來就是我們看一下它的介面 各位你剛剛已經有看到,其實它的介面有沒有很部長 主要就四個區塊而已 首先你看到我們左手邊 這個就是你的模型庫 所以你今天要什麼就按著丟出來 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 好,重點是要會找嘛 你要知道什麼模型在哪裡 那第二個呢 是我們這個軟體面主要的編輯地方 就是這個叫做2D的平面圖 上面這一塊 所以我剛剛講過嘛 你這一套軟體 我可以很肯定你不會3D 因為你放過來之後 不小心3D就看到了 所以3D是它自動建立的 你在3D這個視圖 也只有看 不大會去做所謂的修改 當然目前也是可以選擇啦 可是呢,修改那邊的會比較少 主要是透過2D 那麼今天如果呢 你有放了這些模型進來 左下角是什麼 就是你們家的家具 也就是我今天放了什麼東西 什麼模型進來之後 在左手邊就會出現相對應的清單 所以呢 以後如果你要選家具的時候 因為有時候有的人家裡面的東西 是會越來越多 那你用這樣看的 有的東西小是不好選 這個時候有幾種方法可以選 就從左手邊選 3D裡面直接選 這樣都會比較快 因為有時候你藏在它裡面的 不好找 這樣了解 所以左手邊 這個主要就是你們家的那個家具清單 就這四個介面而已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我們馬上來試一下 你看我就從左手邊 如果你想要到戶外的 我就找到戶外這個類別 欸 利亞 閒錢沒事要搬個石頭來半角 你就把石頭丟出來 有沒有 不小心就一顆石頭了 對不對 欸 我跟各位講 石頭這個模型 是最近它更新的時候增加的 為什麼 因為它前段時間更新的時候 強調 最近這一次的更新模型 可以做日式庭圓 日式庭圓有沒有一些 像 就是 假山 就好像中國的假山假水一樣 所以你有看到 有沒有 石燈塔 有沒有 有看到齁 好 那你看我點到誰 有沒有發現 點到了哪一個模型 那個模型就自動放在下面這個正中間 所以各位記不記得我剛剛講說 我有幫他做一個修正 我們說改了 這個叫做搜尋列表對不對 還有改了一個叫做 秒看仕途中選擇以物件為中心 這個就是在這個地方 也就是呢 我們如果在下面這裡 我今天點到了哪一個模型 那個模型會放在我下面的畫面正中間 你就不用說 到底我點到是哪一個 他就自動移過來了 所以 你要垃圾桶 就拿垃圾桶 你要樹 就拿樹出來 各位有沒有感覺到 就是長得這樣 這樣 感覺山地很可怕嗎 還好對不對 所以 你看這些竹林 一下就有了嘛 好 所以你需要什麼樣東西 就把它丟出去 需要狗屋 我們就把它丟出來 那你現在這樣子 你會發現 我們點到模型的時候 你就需要來看一下 因為模型 有時候大小位置 上下的那個高低 不見得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點到模型之後 四個角落有不同的功能 那你需要認識一下它 所以我們來看 四個角落 一加 先看這個 這個我應該就不用再放大了 這個 旋轉 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這裡是不是有一個縮放 一個是高度 縮放的話 這是水平的縮放 這個是高低 就等成物件的高低 那如果說 你要等比例的話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各位平常我們按等比例 你是不是都按鍵盤上的一個東西 是不是要Shift 如果你要等比例縮放的時候 一般都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用Photoshop的 不好意思 新版本 2018要顛倒過來 沒有按的時候是等比例縮放 有按的時候是不等比例縮放 可以用每個東西 但是沒辦法 好 這樣了解 那麼有一個比較特別 叫做懸空高度 這個各位一定要認識 有沒有找一個這樣子的 也就是你模型的高低 各位不要忘記你這是三度空間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裡去調整 那個模型的高低 那你先認識了這個之後 我們回頭來看一下囉 來你看 現在你有發現 其實我們的這個 我把 我再找一棵松樹好了 這樣子 OK 像這裡有一棵松樹 那 你可以用滑鼠滾輪往後退 這樣他就會看到 鏡頭就往後退了 那這裡 這裡有一個狗屋 那 如果你狗屋 要把它變鳥巢 可以嗎 是要放高一點 有人說要樹屋 對啊 所以同學多麼聰明 長高就好 來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看 我拉出來一點點 你比較看得到那個 在這裡 有沒有變這樣 那這裡我建議大家 因為我很常發現 同學有很多人喜歡 從外面進來 從外面移進來 雖然這樣子可以做到 但是我的習慣是從中間 我滑鼠棒中間 往外移到四個角落 差別在哪裡 因為 如果你是這樣子的時候 我從外面進來 那個游標的變化 比較沒那麼明顯 可是我在中間的時候 有沒有是一個十字 我從中間往外靠過去 有沒有變了 這樣會看得比較明顯 因為你們家的滑鼠 沒有像我的那麼肥 你知道嗎 你們有感覺你們家滑鼠 比較小隻嗎 都沒有認真養 有沒有 我的是有認真養 兩隻都比較大隻 嘿 你看我的這麼大隻 跟你一樣大的 有沒有比你大隻 哈哈哈哈 所以 你要從這個靠過去 這樣就可以很清楚找到 對不對 那你就按著它 你看它旁邊就會告訴你 現在高度 有沒有感覺浮起來了 對不對 自己擺到樹上面去 這樣就變樹屋了 好嗎 大小自體感 那我剛剛講過 如果你要等比例縮棒 因為如果你只 針對這個縮棒 有沒有感覺高度並沒有改變 對不對 如果你只是 調整這個 只有高低變 是沒有變 所以呢你可以按住shift 好 來 這樣我按哪一個按鍵 應該都有看到了吧 下面啊 有嗎 我很認真的讓你看到我按什麼 好 這個時候一拉 有沒有 這樣就等比例 對不對 等比例縮棒 當然啦 如果你懶得計快速鍵 可不可以 可以模型 多多兩下 多多 這個時候 它會打開它的 自定義傢俱 有沒有 維持比例勾起來 那你知道 只要改變一邊 另外一邊 三個面 就會一起改 這樣也可以 好 所以你在模型上點兩下 就會跳出 這個叫自定義傢俱的 這個對號方塊 這樣會不會調整模型 旋轉那個應該就沒問題了 旋轉我就不用講 因為 轉個角度而已 最主要就是縮放 要等比例 要記得按下shift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叫做懸空高度 因為有的模型 預設可能是在比較高 但是大多數通常都是在地面 要看那個模型 比如說像我們那個廚房 是不是有上櫃下櫃 對 通常是上櫃比較好 對吧 因為 才會賺錢 下櫃通常是做錯事情 有時候才有 所以下櫃不太好 這樣OK 好 那 這樣子基本的 是不是就會了 那我們 現在 就來 做一下戶外的庭院 真的 真的啊 你現在已經可以做庭院 你不知道嗎 雖然你感覺好像都聽我在講話而已 但是 真能力已經有能力了 可是 在你開始有這個能力之前 我要介紹你一個東西 為什麼 其實 實用三點 你用到現在 你有沒有感覺 還蠻簡單的 但是它沒有弱點 有啦 因為每個軟體總是有它的強項跟弱項嘛 實用三點的弱點就是 做模型的能力 沒有很多 也就是說 它主要的 就是這些所謂的圖庫嘛 對不對 那我們外面找 當然可以找到一些 可是畢竟那些都是別人的 如果你現在自己 建立自己模型的時候 它的模型的能力就比較差 所以我們剛剛那位同學 Sketch Up 你就可以派上用場 因為你會做 那就可以把你做好的交進來 不會做的 我們會 告訴各位去哪裡找那個好朋友 因為別人做的比你好 它主要的兩個做模型的能力 只有兩個 一個叫地板 一個叫牆壁 就這樣 但是我們要做庭院 要不要有個地板 要吧 不然的話 下面都是空的 雖然你在3D這邊看起來 是吧 這個地方叫一個地板 可是它是 就是一個顏色而已 或者是整片的 那你要有一個範圍的時候 就不方便 所以我們還是要自己有地板 這樣了解 好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地板 在這裡 我看一下 地板 地板 好這裡沒有 我來直接講 各位你看一下它的 上面這邊 我們現在都在這個 有沒有 箭頭工具 對不對 你往右邊 右邊 這個叫做建立牆壁 繪製牆壁 就是畫牆壁 那麼它的地板 就是它的右手邊這個 它叫做繪製房間 可是其實就是我們講的地板 它其實不是中文翻錯 是因為它的英文確實叫room 因為室內設計就是做房間嘛 所以它的地板就是room 建立房間 所以呢你來這個地方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都出現這個訊息 我都捨不得把這個訊息關掉 你知道嗎 因為裡面有小技巧啊 但是大家平常都不看 甚至就告訴它 不要再出來 哈哈哈 可是其實裡面真的有小技巧 好 那沒關係等一下我再跟你講 好不好 那不管是做牆壁還是做地板 你看 當我現在變成地板的工具 有沒有發現它變十字了 因為地板跟牆壁都是多邊形工具 你們如果用過像小畫家 或者是其他的 有沒有多邊形工具 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來 點一下放開 有沒有一條 好 好 那它會告訴你 你這個路徑是多長 我們預設 在台灣這邊 如果你用中文 台灣這邊預設是公尺 有看到上面有尺龜嗎 有沒有看到上面這個尺龜是公尺 好所以你移動的時候它會告訴你 你要多長 那如果你想要比較精準的可不可以 可以 你有沒有發現我在移動的時候 我有一個黃色的說明 你按下鍵盤上的Enter 有沒有可以直接打了 這個就有點像CAD的軟體 比如說我要600公分 這樣就剛剛好600公分 這樣了解 有人有用過CAD的軟體嗎 有被塗補過的 因為CAD他們常常比較需要精準 所以用輸入會比較好 好 那打完了就按Enter就好了 有沒有就好了 這個點就做好了 那兩點之後 三個點是會變成一個面 所以你看 這邊有個面就出來了 各位 這個面不是只有在2D 有沒有感覺3D也自動跑出來了 這樣有看到了齁 好 那你就看你的點需要幾個 就是你的那個面積需要幾個 你就點一下 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如果你最後 假設我到這邊 欸我想要結束了 你就按鍵盤上的ES7 點完按鍵盤上的ES7 或者有時候我會偷懶 怎麼偷懶 點一下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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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這邊之後 我如果是在最後一個點 假設我在這邊是最後一個點 我就兜兜兩下 兜兜 這樣就結束了 這樣也可以 你也可以點完之後 再按鍵盤上的ES7 這樣就完成 有沒有感覺下面就多兩塊出來了 對不對 它就平平了 但是 各位一定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管你是做牆壁還是地板 畫完了之後 一定要回到哪裡 箭頭 也就是說這樣代表你已經畫完了 如果你還在這個工具 那對它來說 你只是還要再建立第二個 牆壁 第二個地板 或第三個地板 這樣了解 因為如果你想去編輯它 比如說我們剛剛加了這個節點 不滿意 你是要編輯 這個時候你一定要回到這個箭頭的工具 好你看我回到這裡來 點到它 點到它 如果滑到這個端點上 你注意看一下 有沒有變了 本來在這樣 本來在這樣是不是移動 對 我移到端點上的時候 有沒有變十字 這個時候是變成單獨調整那個點 這樣了解 好 你就有點像 如果你用過那個項鑛工具 像以拉吹的啊 或是做這種項鑛工具 這個叫節點 好 那你就可以編輯它 但是各位有沒有感覺 拉動的時候好像卡卡的 這裡有卡卡瘦 為什麼卡卡瘦 因為它有打開那個叫做SNAK 叫做磁鐵 所以呢 各位看一下我們講義上面 我有偷偷講一下 它有快速鍵 如果你想要暫時 把這個吸附把它關掉 有沒有看到 按下Alt 有看到嗎 MAK的沒有Alt 不要這樣 MAK叫做卡面 哈哈哈 MAK的快速鍵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我現在在這邊 我按下Alt 這樣有看到 我按下去了對不對 好 這個時候我再來移動 有沒有感覺 我現在就很平順的移 不像剛剛移一點點 就直接吸過去 這個要你自己操作 你會比較清楚 這樣了解嗎 好 這是小地方啦 但是有時候就是 你會覺得有點困擾 奇怪就是要調一下子而已啊 為什麼會突然跳那麼遠 就是你要再把那個取消一下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 它可以增加節點嗎 當然可以 好聰明 按右鍵 如果前面沒有就按右鍵 有沒有一個叫做 增加房間區域節點 那既然可以增加 可不可以刪除 可以 所以如果我現在增加了一個 這個節點我不要 你點到它 按右鍵 是不是可以刪除房間節點 在沒有節點的地方 按右鍵會增加 有的就會變刪除 這樣大家清楚了齁 好 OK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幫你自己增加一個 就是一個範圍出來 但是這樣擺擺的不好看對不對 請問可不可以給它裁值 我們在做3D模型的時候 很重要這樣會裁值 就好像各位現在看到那個桌子 你們 綠色墊子下面是木頭的 請問 我們現在這個木頭是整片的嗎 整片的那個 銀色這邊就不得了 很貴 現在茶沒這麼大塊 所以它是拼接的 甚至有些裡面根本就是什麼 我們講的夾心板 它只是一個木皮 貼上去 所以我們3D模型裡面那種材質 就是貼皮的概念 我現在這個模型是空白的 所以我希望把它貼皮上去 比如說我要炒皮 我就把它炒貼上去就好了 對不對 那怎麼貼 多多兩下 記得喔 要在箭頭工具喔 你如果是在畫房間的工具 就繼續畫第二個房間 用箭頭工具 先檢查一下 然後我只要在房間上面 咚咚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自定義房間 跳出來的 好 你可以使用單純的顏色 那也可以直接設定所謂的紋理 就是我剛剛講的材質 你看把它點下去那個 紋理後面那個 按下去 好 這裡呢 你就可以看到喔 你要大理石的 對不對 裡面有沒有很多 那這些其實很多都是我們那個中文化作者幫我們做的翻譯 他都把它翻出來 如果你覺得這樣找不好找 怎麼辦 請問下面有沒有叫搜尋 直接打槽 可以嗎 有沒有 全部槽的通通列出來了 因為那個材質太多了好嗎 剛剛你已經加太多了 除非你用他的那個官方安裝板 有沒有看到一堆槽 所以你就找找看 那如果槽比較大的 他後面這個 有一個有沒有幾層級的 沒有的就是這個槽是比較小的 小的圖 那後面這個的話這種都是比較大的 那比較大的代表什麼 他要拼貼的次數比較少 就好像我們這個下面這個地板 他是不是每一塊一塊這樣拼貼起來 對不對 或者像我們那個青鋼架那個 或磁磚啊 派爐啊 你如果比較大塊 是不是整間看起來就是 比較少塊拼起來的 就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你覺得你們家的地面 想要用什麼樣的 比如說我用這一塊好了 這一塊我就把它按確定 當他不夠大的時候 他就會拼貼 有沒有這樣就拼貼一塊草皮了 有的會比較有明顯的拼貼的痕跡 那有的他會做得比較好 就是那個拼貼的痕跡比較少 像我這個已經比較少了 這樣有沒有那個概念 有齁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在你們家的情願 試著要擺什麼 欸第一次很難得 沒有經費上限 喜歡什麼 老師送給你齁 哈哈哈哈 啊回家不要 就不要再亂想了 就在這裡完成就好 給各位試看看 你就丟進去 啊模型不夠大 你可以自己調整 或方位不對 你可以自行調 但是有兩個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 因為我已經看到 有同學在用游泳池了 來你看一下 如果你要游泳池 我們這裡有兩個游泳池 應該有三個啦 那這兩個游泳池 麻煩各位先克制一下 因為這個是要挖地下室 才有辦法放進去的 這兩個 好不好 啊你如果真的現在急需 請先用這個 哈哈哈哈 欸因為這個要挖地下室 我們今天應該有機會 講到地下室 我們雖用三滴 除了可以蓋樓房 往上也可以往下挖 OK